近日 香港特区政府愚农自然护理署宣布 位于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 早白恶式刘文志研柱群 入选为首百个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地质遗产地 记者通过实地探访了解到 鉴于西贡沿岸及附近多个海岛的早白恶式刘文志研柱群 名为梁传湾组 2009年被纳入香港地质公园 该处研柱数量多 体积大 保存完好 且分布范围广 是全球罕见且最具代表性的地质器官 其实其他地方也有六方柱 但是大部分是玄武岩形成的 它的规制含量比较低 但是香港的这种岩石是刘文志火山岩 是一种规制含量比较高 规制达到76%的岩石 在世界上是很少很少见的 而且香港的六方柱对比其他地方来说 它的岩柱比较大 也平均指定是1.2米到3米 它出路的高度可以达100米 它覆盖的范围也是很广 也可以达100平方公里的 记者通过实力探访发现 从远处看 这些岩柱呈条文状整齐排列 且每根岩柱的横接面呈六边形 陈宇兰向记者介绍 这是源自约1.4亿年前 剧烈的地壳运动导致香港东南面形成一个大型火山 火山爆发喷出大量火山灰及熔岩 火山最终崩塌形成直径约20公里的破火山口 大量火山物质在破火山口内堆积 并缓慢冷却收缩 最终形成六角形火山岩柱 其实这个是一个物理的线上 因为这个火山的物质 它堆积在一个破火山口里面 它冷却就会收缩 如果这个火山物质是很均容的 很平均 它收缩的环境是很稳定的话 它就会从最上面的冷却面 就慢慢往下 就拉开收缩的时候 就可以形成这个六方形的六方柱 陈宇兰表示 此次凉川湾组入选首百个 国际地克联地质遗产地 代表其国际重要性获得认可 希望未来有更多香港市民 了解这些稀有的地质遗产 香港是很荣幸有这么珍贵的地质遗迹 就是说是全世界100最重要地质遗迹 我就希望香港市民还有就是其他人 都跟我一起去认识 还有珍视我们这些宝贵的这个自然遗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